作者,苍山论剑在我周边活跃着这么一支部队,他们平时说汉语,会唱三大纪律八相注意,和我军军歌,甚至使用我军条令。 这支部队,就是大家常说的国感军,困身欲外的炎黄子孙说起国感军,不得不说国感人,国感人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,他们的先祖是明朝末年,隋诸是贵王,逃到缅甸的一支武装力量,由于后来贵王遭无三贵毒手,清朝又已取名朝代之,这些移民无法返回,而在缅甸国感定居。 1968年也前,国感地方机构,依然沿用明朝的命名方式,如首贝,签总,拔总等,老百姓的服装也是明朝时的汉装,信奉孔子和关公,他们一直有着明朝皇族血统,讲的也是明朝官话,图,国感大街,与中国小镇无意图,国感学校教材,国感近临云南,使用的是汉语,人民币也在市面上流通, 手机使用中国信号,店里有我南方电网,向国感变电站输送,置身国感,你甚至觉得这与中国的小镇一般无二,所以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国感军会唱我军歌曲了,追求自制的彭家军国感军的领袖是彭家生,1931年生,多年前,其祖妃来到国感做生意,发家后世居国感,他一直自称祖籍四川,图,彭家生。 1989年3月11日,彭家生改编缅北山区的武装,建立国感军,随后与面殿达成和解,争取了国感自制,故有人称国感军为彭家军,1992年,国感军,发生内乱,免军成徐而入,进驻国感,控制多处要点,几十年来,免方采取以华制华策略,慢慢削弱了汉族力量,控制了许多地方, 2009年8月8日,国感军与缅军爆发冲突,时任国感军副司令白,索成擅自与面方谈判,带一部国感军接受改编,成为缅甸1006边防营,彭家生被迫率另一部国感军,转战至由其他地区。 2014年,彭家生重组国感军,继续与缅军作战,英勇顽强的国感战士几十年间,国感军一直在抗争,那么,他的战斗力究竟如何? 2017年3月,国感军与缅军在起冲突,缅军投入3万多人,装备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等较为先进的武器,但面对只有5个旅8000多人,手持方支的AK-47、火箭筒等轻武器的国感军,却被打得落荒而逃。 这样不俗的战力,原由一方面是因为国感军成员,主要是当地国感人,对山区地形熟悉,非常擅长山地作战与夜间作战,即便在没有光亮的夜晚,依然能在山地从林中快速穿行作战,相比难以在山区发挥效用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等武器要更加实用。 图。国感女兵正在进行队列训练,用的正是我军队列条令另一方面,彭嘉生早年间加入免工后,接受了他们的教育,同时又学习了我先进经验和理论,其采用的训练方法、战略战术和部队管理等几乎照超过军。 国感军平时通过唱歌等方式,接受,光荣传统熏陶,艰苦的生活磨练着官兵坚强的意志,作战应用顽强,图。 国感以自己施罚下子孙为人。 谢谢。